好 隨著疫情的升溫 雙鐵上不能夠吃東西 也引發了關注 而對此交通部長表示說 列車上面暫時 是不會禁止大家飲食的 只要落實防疫距離 那麼目前依舊會給大家方便 等高鐵的空閒時間 客氣便當來 口乾舌燥 喝個瓶裝綠茶 嘴巴要進食 當然得拉下口罩 而目前台鐵和高鐵 不管在車上 還是後車區 都是全面開放飲食 不過逐漸升溫的疫情 碰上將迎來的春節返鄉人潮 恐怕這拉下口罩的一個動作 就暗藏感染高風險 飲食的當下不知不覺 把病菌跟著吃下肚 再隨著難來北往的運輸 讓疫情威脅往各地散播 飲食的部分依舊維持原本規定 不過搭乘雙鐵時 如果購買的不是對號車票 沒有空位就得站到目的地 到時擠在同一時間返鄉 如同沙丁魚般塞在狹小空間 擔憂又是另一個疫情破口 自由座的一個取消 請台鐵跟高鐵公司進行評估 那也會送指揮中心來討論 雙鐵春節車票都已經開賣了 明確的配套還是得盡早出來 才能讓民眾返鄉旅途安心搭乘 華視新聞 黃衣服劉瀚申 謝玉欣 台南報導 MING PAO CANADA 謝玉欣 MING PAO CANADA 謝玉欣 MING PAO TORONTO